您要欢迎收看9月22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由花莲市小秘境之称的松原环山木沾道 三年前在前县长陈清水任内提出 由花莲县议员张美慧等十多位议员 在小型工程款联合挹注下 耗资一百多万元铺设完成 而启用两年多近日却遭花莲县文化局全数挖除 现议员张美慧以及胡仁顺接获反映前往会刊 发现仿木沾条还完好却被打掉 认为这是浪费工奴 而文化局表示因为大雨受损 安全考量才因此施工改善 松原园区环山仿木沾道 三年前由前县长陈清水提出 在花莲现议员张美慧及十多位议员小型工程款联合挹注下 铺设完成 全长一百五十公尺耗资一百多万元 有花莲市小秘境之称 林建花草则又在地的民生里任养 不过占道还没买三年 近日就被花莲县文化局拆除打掉 现议员张美慧及胡仁顺接获黎明反映后前往会刊 质疑是否有浪费工厂之嫌 才完工才两年多 为什么就开始又大兴土木 把原有的木栈道拆除 那大家觉得这个经费的使用是不是没有花在刀口上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来会刊 就是说这个过程当中政府单位在施工 在推动建设 在这个地方的说明会这件事情一定要有 要跟在地的居民沟通 第二个经费有没有花在刀口上 就是可用的一些公共建设才完成 那又要新的一个计划进来 旧的就不要 那这样子的一个顺序 或者是这样的思维是否恰当呢 我想这个文化局或其他的部门都应该要来检讨 那多跟在地沟通钱要花在刀口上是我们的要求 我想有得到这个中央内政部的营建署的这个计划 来重新对这个现阶段的这木栈道来更新是好事 那我想未来在施工期 也期盼我们县府跟相关的工程单位 能够跟我们在地的里长跟居民来先行的沟通 那才能够让我们这个整个工程能够来顺利来进行 本计划是营建署的城乡风貌计划 那我们的工程计费是大约是5200万元 工程预计是在明年113年的3月完工 那我们的计划主要是解决 那个江军府跟松原别馆之间的串联 那我们会就停车的问题改善 其实这个平台它的刚垢已经是锈食不堪 那主要是说我们的山坡上有一些水源流下 它现况是比较实 所以就造成它腐蚀的状况比较严重 对所以我们就在这个计划里面一并把它做更新 就是顺便做延伸延续前面的这个两亿好的步道 然后再把它延伸到末端 对然后就是让民众能更好的使用 华联文化局表示该区边坡有自然圣水 遇大雨也会加大圣水 长期冲刷造成刚垢锈时 影响步道行走安全 111年户内政部城乡风貌竞争型计划补助 资金美轮西畔狼带串联计划 总经费5200多万元 本段顺利纳入 占计划经费约560万元 预计明年3月完工 文化局也表示 工程内容有多次召开里民会议 成立LINE群主都可以及时讨论 未来会加强主动和里民沟通 避免这一情势再发生 接着长包彦华林师报导